接下来来到的是我们这个鸟巢的掌管 那紧接下来你看到的是我们的炼金之门 所谓这个炼金之门啊 我们现在要讲的一个诉求是一个资源回收的 一个循环的一个标志 所以我们整个都是采用一个回收的整个标志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炼金之门 这个是我们的艺术装置之一 这个是用什么东西回收 这个东西是用那个民众 它这个是象征的象征的四个四个含义 那个社区民众地方政府清洁队回收商 及回收基金这四个单位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logo是象征的四个单位 这样子代表一个logo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这一个部分 叫做环境捕破网 那我们这一个艺术装置也相当有趣 那为什么我们会称之有环境捕破网呢 那我们就请我请到一个老师 他来帮我们就是制作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相当有趣的部分是 是环境捕破网应该就是说 象征的我们乘着这一艘船出去捕环境的破网 那这一个东西也是相当有意义 像那个贝壳跟碳结合起来的 他们就是能达到减能减碳的作用 然后我们就是这一个东西 一个循环的这个门 它是一个循环的门 那我们就是乘着这一艘船出去捕环境的破网 所以我们称之有环境捕破网 那民众你们这边看到的这边 我们全部都是用资源回收物做成的 包括你眼前看到的贝壳 还有这个鱼 鱼也是用保利绒把它资源回收制成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相当有趣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艺术庄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的就是练练农村曲的部分 这个练练农村曲也是我相当喜爱的一部分 练练农村曲是由一位老师跟他父母合力完成的 然后他们就是制作 他们就是用不要的废弃物 包括漂流木不要的稻草还有贝壳 然后制成的这一个练练农村曲 然后它象征的意义感觉就是让人家感觉看到很温馨 它的那种温馨感蛮重 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练练农村曲的 它给人家感觉就是充满的温馨 那我觉得是不是也可能是因为老师跟他父母一起合力完成了这一部画 所以感觉特别的让人家觉得就难以忘华 那接下来的是 我们接下来走 所以这个是老师跟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也是农农的吗 对是务农的那老师其实他们家也专门就是做做这种就是类似这种艺术装置 他们家也是相当漂亮 他们家很多艺术装置都是用这种方式呈现的 那他们这位老师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告诉大家吗 这位老师他是我如果没有记错 这位老师他叫做陈全孟老师 所以他本身是艺术家 那他的父母是务农的 但是他父母也是有艺术气质 对对对对对他们家感觉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有那种的艺术气质 他本身就是有在教小朋友一些那种艺术创作之类的 那紧接着下来我觉得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 我一定要让民众知道的是 就是这部分 这个啊你现在看到的是毛坑 当初啊我们有三十几位志工 他们在这边居住 然后他们就是用这个毛坑 那个我们之前啊在妈妈那个时代 他们的毛坑 他们用这种毛坑 就是他们上厕所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必须要在这边住地扎营三十几天 所以他们的毛坑就是就是他们直接上厕所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跟民众介绍 那至于你们一定会觉得说 啊那他他如果大就是他排放出来的那些那些废弃物一定会有异味 可是他们是用米糠除臭 所以其实这个是不用顾虑到 啊那怎么遮呢 就是他们可能说那时候有一块布 然后就是有人的话他们就会放个旗子在这边 说代表有人在这边上厕所这样子 嘿那还有一个地方很特别就是说 诶他们在上厕所的时候 他们上厕所就是那边 那个 诶可能要过去那边看 上厕所 那个洗澡的时候 洗澡就是那边 我觉得那个也很特别 可能是民众平常 诶那现在 等一下 再介绍这个 这个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艺术装置之一 这个是那个协力车 我们全部这个都用资源回收物 把它制成的 嗯哼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个就是有时候 我们整点就会出去导览 就是说 诶资源回收的重要性 然后包括你看到的这个艺术装置 这全部是用不要的废弃物 把它制成的 这也是成全 不是不是不不一样的 这是这是有我们的那个 我们那时候有委办公司 然后他们就是合力帮我们 帮我们打造一座 就是类似还蛮特别的 然后顺便就是去宣导资源回收的重要性 这样子 那至于说接下来因为走到了鸟巢嘛 那我们这边一定都是资源回收 在地用的东西 所以你接下来看到这一个就是RDF RDF 它这部分也是用不要的那个稻草 然后加一些 一些那个粗米糠 米糠那个粗糠 下去就是用一个机器 把它用成那个这个 这个其实对环境 改造环境污染 空气污染其实蛮有用的 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制造成油价的东西 把它就是煮 就是用成那种就是 呃就是炭火之类的 然后我们可以烧热水 诶这个很受很深受那个磁器的喜爱 磁器救灾的时候啊都会拿这个去 就是会跟他们 就是希望他们拿这个去帮他们救灾 因为它的火很大 它跟木炭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的火比较大 所以它是不是很烤肉的 哦所以那他们炊祭駡是买这个 这个东西去還是买一个机器去 誒可不可以介绍一下雏几 雏輪都是买这个回去 回去那个吗 他们是不是如果要救災的话 他们是 这个是附醉的去救灾用的 啊他们是跟你买吗 还是说林圭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这个附至 你假如看到菲律宾的 他这个是分 菲律宾的镜头比较多 这个的话 很多都會看得到 這個拍子 就是我們做的 他就回那邊所有這個 做了他的 差不多五百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然後接下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我跟你講的 他們都在這邊洗澡 所以他們真的是就地渣移 包括國外的 對對對在那邊 都在那邊洗澡 好那可能沒辦法 走過去了 我們就加入澡 然後接下來就 就到我們重點了 這就是我們的主長館的鳥巢 那接下來我先把它停起來 因為加起來